《约书亚记》第二章 当下,任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 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 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和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 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 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 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和说 那来到你这里,见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 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 女人将恶人隐藏,就回答说 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 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 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 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 你们快快地去追赶,就必追伤 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 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结中 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 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 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 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 并无一人有胆气 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 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 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 她也住在城墙上 他对他们说 你们且往山上去 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 要在那里隐藏三天 等追赶的人回来 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二人对他说 你要这样行 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 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 你要把这条珠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 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 都聚集在你家中 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 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与我们无干了 凡在你家里的 若有人下手害他 留他写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 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 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 女人说 照你们的话行吧 于是打发他们去了 又把珠红线绳系在窗户上 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 等着罪赶的人回去了 罪赶的人一路找他们 却找不着 二人就下山回来 过了河 到嫩的儿子约苏亚那里 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 又对约苏亚说 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 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 心都消化了